继续观众来自第几个香港的消息 提供学生拥行到良好运动风气 六万国小几位生理乌球队 后到林准良表示 国小到有时开发学生无限的可能性 到上第几个国中和国中 都能设立到乌球的传统办公室 日本学生怕乌球在队 在乌球后面有天分 有幸存学生未来让在地就下来专长接轨 在武德亚团老师记得记哈 消学生在华同中心认真上科的认识 不过未来这个中宿会增加一项作用 因为六万国小拍什么来生理到乌球队 抱着一种推广学生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的目的 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六万国小校长林准良表示 国小的教学就是开发学生无限的可能性 加上他本身也很爱打乌球 所以才来找主管 生理到六万国小的乌球队 以不用消学生队打乌球的风气 人生未来到这些国中和国中就特替国班 因为这些国中有设立到乌球专专班 主席地区我们有主席国中 他本身有乌球队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学校的学生如果对乌球有兴趣的人 是不是可以结合家长的力量 然后来把这个乌球的风气的逐渐推广下去 除了可以养成学生良好的运动习惯之外 也可以让学生喜欢打球的学生 多一条路可以选择 以后他们可以到主席国中的体育班 继续地去做练习 甚至到主席高中 而且甚至有机会 只要他这个天分有这个专长 还可以跟我们体育院校去做接轨 经过了解 浩峰中拼车全局的教练来制度 并定在每周三 夜宝三点半到五点半 以及每周四点到五点来训练 在现在 浩峰亚牧制度上官主管和经费 有个心 要由六万国小的乌球队来升军 在参加学生 每学期是必须要达五百块 来做学会和乌球 一份学校本身的场馆 可以大概画三个雨球的场地 我们先从学校既有的场地里面 来去做设置 然后至于经费的部分 除了说学校本身经费的云支 还有我们学校家长会费的云支之外 我们会去跟家一线的体育促进协会 跟乌球协会来做申请补助 林准良表示 我们本目标设定收20名的学生 想不到学生的会应真的烈 虽然对会心理六万国小的乌球队 真有信心 谢谢大家发酷辽红 迪吉亚乡 彩虹报道